这三批总价是337亿的新台币当中 包含了是有100枚的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还有鱼叉二行的是反舰巡舰飞弹60枚 以及在这个新竹的部分长期预警雷达 这个后勤的服务 看到现在大陆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 就说了要求美军要立刻撤回军售案 那么他们会依照情势发展 坚决采取合理必要的反制措施 国政资金会的副研究员认为说 这些内容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敏感 在这个军售案当中 但是拜登政府好像是蛮谨慎的 小心翼翼的 透过非正式的管道 事前就向中共来解释 这显示什么呢 这个时候美国国安官员 还是避免把美中关系紧张升温 当成优先 那么如果说美方官员态度不改变 不提供更多可能导致对中紧张 关系升温的新能力吗 是不是也会成为美国对台军售案的 一个新界限 我们请教大显格 坦白讲 我看了一下 对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些 这个相关的细项 就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要花这些钱 我们应该可以买到更好的 我们也应该要去买到更好的 那么大家如果看到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其实服役已经很久了 那么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本身在使用的未必都是响尾蛇空对空飞弹了 那么鱼叉二型飞弹服役也很久了 你看响尾蛇的这个空对空飞弹是1965年服役的 现在是2022年 然后这个鱼叉二型的反舰的巡弋飞弹是1977年服役的 这中间都是五六十年古早的这个美国当时的先进武器 然后在五六十年之后卖给我们 那难道我们不能拿337亿买更好一点的飞弹吗 就算你美国不愿意出兵帮我们 你要利用我们台湾当匕首 好歹你要武装一下我们 给我们好一点新一点的 所以你拿这么旧这么烂的武器给我们 这到底是代表什么样的诚意跟善意 我不晓得外交部还要在这边感谢美国 到底要能够感谢什么 就我过去在立法院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感触很深了 就当两岸关系很紧张的时候 美国要我们买什么 我们就要买什么 美国卖我们什么 我们就只能鼻子摸摸去买什么 但是现在当两岸关系变得比较和缓 像马英九总统执政的那八年 台湾就有选择性了 我们有弹性了 我们可以不要买 美国要卖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可以提出我们不同的清单 我们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甚至我们在价格上还能够有所坚持 不要让美国于取于求 也就是说这是买方市场或卖方市场的问题 如果今天你让均购变成一个卖方市场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卖方市场 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之下 美台之间的均收就是一个卖方市场 卖方要卖什么 你别啰嗦 你就只能够买 卖你什么钱 你也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本钱 你就乖乖的付了就算了 可是如果今天两岸关系能够和缓 它就会变成一个买方市场 那台湾就有更多的弹性 跟更多的选择 但是我要质疑民进党的重点是 你现在的卖方市场 也不是不能够变成买方市场 你要搞清楚今天台湾对美国是有价值的 台湾今天如果在这个此时此刻 你选择不要当美国的匕首 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 马上就断掉了一截了 那既然你要这个当匕首 你要当美国的小弟 你好歹可以跟大哥讨一些好一点的武器吧 你好歹可以跟大哥说 你不派人来保护我 可是至少你卖好一点的武器给我 但是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是输了面子输了理子 输得干干净净的 就是你又要当人家小弟 然后还说谢谢 对你当人家小弟 你还不敢跟大哥说 发两把这个四五手枪给我 不要拿两把这个什么扁钻给我 现在已经不用扁钻了 现在要用手枪了 你还不敢跟大哥讲 然后大哥卖你很贵的这个过时的武器 你还要在这里跟他感谢 这到底在感谢什么呢 所以台湾人民莫名其妙的 就拿了337亿 帮美国清掉了一批 已经五六十年的各式各样的飞弹了 那到底是美国该感谢我们 还是我们该感谢美国呢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逻辑 好现在这个美台商会也担忧了 11亿美元的军售都不是新增的战力 所以虽然是符合美方建构 不对称战力的构想 但是没有办法让台湾应对封锁的威胁 那么同时我们要再来看到 其实在美国政府已经批准 对台湾的军售案当中 有十项武器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交货价值达到140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4300亿 包含了是台湾采购了66架F16V的战机 是2019年批准的预计在 2026全数交机 那么洛克希的马丁公司在生产性上 台湾的订单排在哪里呢 是沙烏地阿博等多个中东跟东欧国家之后 好这个五角大厦现在成立老虎小组 特别工作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说希望能够精简加速对盟邦军售流程 能够更好的跟到来竞争 好所以呢 先前买的到现在也都还没有到 顶超 其实我一直在期待说 也不是期待啦 我一直在看说培洛西走的时候 我们到底会拿到什么样的军售案 就没想到真的来了 就来一个11亿美元的军售案 可是除了这之外 对于我们国民来讲 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不断的军演 然后还有不断的有很多的参众议员 来台湾访问 然后我个人认为 其实越靠近选举 其实参众议员访问的频率 其实应该也就会拉越高 因为他想要让我们 让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对立 更明显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们选举上的操作 其实会更容易来 更容易一点 因为他就会把中国 把国民党 然后就扣成就是中国同路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 非常非常就是 我觉得拙劣的一种 选举操作的方式 然后我们真的要跟中国那么敌对嘛 刚好看到外交部在感谢 感谢美国给我们的这样的支持 那请问一下 我们的农民和渔民 要这样子感谢美国嘛 就是因为美国 他们卖了那么多 奇奇怪怪的武器给我们 然后不停的有参众议员来受访 就造成我们的经济贸易被制裁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 我觉得慢慢的 其实大家渐渐的看得懂 因为这不是大家所预期的 这也不是大家所期待的 因为我们不要的是战争 我们觉得不是要战争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 好好地坐下来 去跟中国好好谈一下 毕竟他就是跟我们最靠近的一个国家 而并不是美国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最大的差异 那其实我觉得337亿 其实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花贷年轻人的不管是刚刚有提到的 刚刚董哥提到的 买房子很困难 还有就业市场很困难 其实337亿 其实还可以做更好的运用 而并不是花在军售上 当然对于呢 在国防预算明年突破4000亿 认为有帮助吗 结果大家看到完全没帮助 30.3% 不太有帮助 16.1% 那么同时刚刚呢 乌子嘉董事长就说了 这个国军被批评的 一文不值就是蔡英文的问题 外交政策杂志提醒了 台湾希望美国人来救你 不要一厢情愿 因为美国人是不会来的 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 说蔡政府表面上自满 跟无力采取重大行动加强 国家自卫很大程度 就是依赖美国爸爸 在台湾受到攻击 是能够来提供援助 但是台湾空军面临到 飞行员短缺的问题 按照现在的速度 66架的16V的战机 要长达50年的时间 因为从2011到2019 只有培训了21名的新飞行员 你看到外交政策 这篇文章里面 觉得有点是欲哭无泪 哥哥爸爸正为大 那美国会不会出兵 一定是有它的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考量 绝对不是为了保护台湾 这个我们必须要讲的了 OK 那但是我们看到 它现在要卖的那些武器里面 它是用所谓的不对称作战 这样的作战方式 那我们看不出 它到底什么叫不对称作战 那它的战术是不是调整了 战略是不是调整也不清楚 很明显的 它是用乌克兰那样的情境 已经要打巷战了 大概就是这样 用民兵打巷战这样子 那这个是不是合乎 我们最高的利益 我们不清楚了 其实我们知道 在买车子跟买电器都知道 很多很多下一年度的那些新的产品 都在年底都已经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今年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会对 我不敢说是懊悔 其实那已经也是超过50年 对不对 但是这有新款了 那那些东西也其实也可以喊价 就是因为你上次有一堆人过来 然后因为它美国现在其中选举 他们其实是情势不是很好 他必须对选区有所交代 所以来这边 然后就交代一些东西 说你看他买了一大堆东西 我是觉得说 其实买房子跟买车子 一定要带老婆去 那这个谁是老婆呢 就是我们的国会 我们的内蒂花委员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全面执政了 整个国会被淹掉了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悲哀的地方 是 好 那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 我当然是不希望打仗嘛 大家都希望能够和平 那么台海如果开战的话 怎么好像被当成了笑话来看呢 我们有看到那个常诚先生 也上了友台的节目 好像是呢 是这个在谈这件事情 但是让大家觉得 是在看笑话吗 当然是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国际局势 其实不是像民党讲的 怎么这个样子 那美国现在 我看这一次的卖武器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 常诚疫情雷达的一个提升 这个是专门在帮美国做事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雷达很强 可以到新疆 到北韩 到南海 这个都在帮美国做监控 它的功用就类似韩国的萨德 表面上是在监控北韩 其实在监控中国大陆 所以这种司马昭之心 大家都知道 那这套系统在我们乐山基地 大家也很清楚 就是说里面最关键的 那些我们不能看 因为那里有美国人员 只有他们的可以看 所以我们出钱 帮美国收集资料 来对付中国大陆 简单讲就这样 那这样的那个会 等于说中国大陆 他也不会不清楚 那我们讲这么多 其实美国他的那种不安好心态 就是他希望把台湾 或者韩国或者日本 当作乌克兰来对付中国大陆 替他打前线 那我们一个海岛 我们有地方可以跑吗 没有 那他的不对称 不对称武力 简单讲嘛 譬如说两个月前 他已经摆明 你要还钱直升机12架 我们不卖 因为这个影响我们的 不对称战力的那个政策 那你要卖的又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买的你也不给 那这个叫什么盟友 不是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叫我们出这么多钱 要不然你把你提供给乌克兰的 无人机也提供给我们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天天受到无人机的干扰 那你给我们好的无人机嘛 譬如说什么凤凰幽灵 我们跟你买嘛 要不然你还有这个 乌克兰战场里面还有什么海马斯 什么也卖给我们嘛 不要卖那种响尾蛇 50几元的飞弹 是不是 你要真的让我们壮大起来 打仗大家才有利益啊 要给有需要的 是啊 那刚刚吴子佳所引述的这个外交 政策这个杂志 这个其实在美国是一个共同意见 又简单讲 台湾你是不是真的想保护自己 那你现在嘴巴 大家都出一张嘴巴有用吗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的兵役问题嘛 你买这些武器 即使再好 你也没办法操作啊 服兵役四个月 比过去的战斗营还轻松 这仗怎么打 然后你自己的兵役政策 你不改革 对美国人来讲 你不改革 你的人不用当兵 我们美国人当兵来帮你打仗 死的是我们天下 哪有这种事情 那我不必从阿乌汉撤军了 对不对 阿乌汉就是死了快四千个人 四千个家庭的家长 还有他的支持者 大家出来骂 骂到拜登只好 撤军 仓皇逃走 就这样啊 所以他现在讲这东西 其实在美国是一个常识 那我们台湾 我也不相信说 民进党完全不知道 可是他用这个来操作 因为对他的选举是有利嘛 美国 哇 卖点武器 哇 好像美国支持我们 哇 议长也来了 参议员也来了 大家都来了 对 然后你看 我们抗中有这么多朋友 他现在在表演这样 那这样对民进党的选情 他认为是有帮助啊 可是对台湾的局势和地位的话 是越来越危险嘛 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一东西 很多都是假象 那很多东西 其实他最后真正的用意 就在赢得选举 民进党这是唯一的 赢得选举 我就可以执政 我就可以捞钱 对 这就是他的目的而已啊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